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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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番茄台这回比较有看点的就在王一博 任嘉伦 于书欣跟赵路斯的身上 毕竟流量高 也有传言称张艺幸会作为东方卫视跨年夜的压轴嘉宾 显然番茄台还有杀手锏没有对外公布 保持住神秘 最后的江苏卫视在每一年的跨年晚会中都会凭借实力赢得观众的喜爱 因为邀请的都是些专业歌手 别的台是在狂欢跨年 而江苏卫视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看一场演唱会 今年官宣的嘉宾包括王俊凯 王源 张杰 张楠 张绍涵 杨岚 周深 薛之谦 李宇春 张亮颖 谭维 邓紫棋 杨宏基 刘宇宁 谭永林 丹宇春等等 清一色的专业歌手 看来今年江苏卫视依旧是走实力派路线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压轴嘉宾张艺兴之外 据悉每个台都会有一位压轴嘉宾 湖南台据说是苏友鹏 浙江台据说是蔡徐坤 江苏卫视据说是李宇春 东方卫视是张艺兴 不过这个消息还并未得到证实 今年的跨年盛典又是星光异议 每个台都不容大家错过 不知道大家最期待谁的舞台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